疫情在延超之后 造成许多旅客原本准备到东部旅行下定的民宿 游客纷纷退订 但是也有游客与民宿业者建立长期的消费者关系 能够体谅民宿业者困难 以延期来取代取消订单 让民宿业者在这波疫情中感受到游客的温暖 花莲县的民宿业可以说是全国之冠 但是在这一波疫情当中 也让许多常年投资在民宿经营的投资客 血流成河 但是也有以实际居住结合民宿经验的业者 在疫情当中感受到游客的温暖 不只是没有退订 甚至考虑到业者的营运压力 而是以延期代替退费的方式 来鼓励业者持续经营 我们现在就是刚开始遇到疫情 那之前的其实订房的时候 其实是很踊跃的 那刚好遇到这个疫情的关系 那很多的房客其实对我们还不错 那他们只是请我们就是说 可以不可以延后 那他们不会要求说那你们可以退款 这样子 那因为现在这个疫情 我们也拿不定就是什么时间 就是是可以让客人来安心来入住 那所以我们呢也没有特别要求说 你一定要在什么日期以内要回来 所以就是我不会限定他们日期 然后回来入住 其实我们主要是以首课为主 那我们一次只接待一组房客 那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好好的在充实自己嘛 然后也就是好好的就过生活 就是可以小孩子这样接 就是完全就是还可以再出来旅游的时候 那我们也会再做一些调整 可能会变成就是希望可以再以就是熟客方面为主 这样那新客人方面我们就也不会再接这么多 这样许多的民宿业者在今年纷纷感受到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不是选择停止营业 就是选择脱手断尾求生 将经济压力降到最低 不过还是有许多民宿业者在疫情中苦撑 业者都希望疫苗能够普遍施打 才能够挽救濒临危机中的民宿业者 记者林杰松 相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